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又到了吃萝卜的季节 现在的萝卜特别新鲜 今天用萝卜做好吃的 先把萝卜擦成细丝 再擦点胡萝卜丝 擦好的萝卜丝 改刀切得碎一些更方便操作 切好后装在一个较大的碗里 准备些香菜 切碎后放在萝卜里 放点葱花 再打入两颗鸡蛋 加入适量食盐 少许胡椒粉 加入一碗面包糠 加入面包糠能够使口感更加的酥脆 先翻拌均匀 分次少量的加入面粉 面粉不要放的太多 继续翻拌均匀 搅拌好的馅料能够抓捏成团就可以了 抓取适量的馅料 用糊口处挤成丸子 中间勤翻动 这样丸子能够受热均匀 炸制的过程火不要太大 避免炸出的丸子表皮糊了 里面还没有熟透 炸制丸子完全浮起 表皮金黄酥脆 岂可控油捞出 这样做的萝卜丸子 外酥里嫩 凉了也不会硬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欢迎留言指导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